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位警察 应在2022年9月16号 将嫌犯扣押上一辆停放在铁轨的警车 导致嫌犯被火车撞上而蒙受重伤 在7月25号正式接受审讯 根据控状 这位名为乔丹斯坦克的警官 被控犯下一项重罪 即鲁莽过失杀人未遂罪 及两项新罪 继鲁莽危害他人安全和三级袭击罪 斯坦克作证时表示 他当时不知道另一位警官的警车停在铁轨上 并且这是拘留嫌犯最近的地方 直到火车临近时他才意识到危险 不过控方则对此说法进行反驳 最终法院裁定斯坦克 并未犯下鲁莽过失杀人未遂罪 但基于斯坦克的随身摄像机 拍摄到了铁轨和标志 因此法院判处斯坦克 鲁莽危害他人安全和三级袭击罪 罪名成立 鲁莽危害他人安全和三级袭击罪 最终法院判处斯坦克 的声音乐 最终法院判处斯坦克 消灭击罪名预浏 消灭击罪名预浏 停留导罪名预浏 百里冰罪名预浏